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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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接受了美国脱口受记者的采访大爆内幕引起轻然大波 目前还不清楚哈利回国之后住在哪里或者逗留多久 不过哈利在祖父去世之后已经和包括父亲王处查理斯王子等家人通话 哈利夫妇通过明镜的基金会网页悼联菲利普亲王 写道感谢你的服务你将会被深切怀念 另外 菲利普亲王的丧礼不会以国葬的形式举行 教其他小小的皇室成员低调而简单 受疫情的影响 出席葬礼的人数也不得多于30人 有一条英国的消息 英国将恢复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频道的播出 此前 法国监管部门作出了关于中国电视频道落地播出的管核权 归法国所有的确认下 今年2月初 英国通讯管理局发表声明取消了CGTN在英国的广播牌照 但是 据国际电视台说 在收到了法国监管部门作出的 关于国际电视台频道落地播出的管核权 归法国所有的确认涵之后 福达峰公司已经恢复播出 因此 英国也将恢复播出中国国际电视台的频道 3月初 英国方面以违反公平隐私和公正性规定为理由 对国际电视台处以22.5万英镑罚款 目前 不清楚国际电视台有没有交到罚款 不过 中国国际电视台日前受到欧洲人权组织保护卫视的举报 举报这个媒体 违背媒体法 并对两位当事人进行恶意诽谤 法国高级视听委员会4月7日向媒体确认 已经接受了这个组织的投诉 他称这两名当事人分别是德国学者郑国瀛 和一位留学澳大利亚的维吾尔人阿卜杜拉庆 波兰总统杜达在4月9日召策内阁会议之后 杜达说 波兰政府未能就新冠疫苗供应问题 和中国达成协议 杜达说 中方提出了建议 但是 考虑到和欧盟合作公司的供货改善 如果谈论价格和交货时间 应该说 欧盟公司的条件令人比较感兴趣 以至于波兰政府没有决定购买中国疫苗 先前 波兰曾经表示希望中国能提供疫苗 另外 意大利新上任的总理特拉吉4月8日指出 最近阻止了中国深圳集团收购一家意大利半导体公司 这是新政府在黄金权力下首次行使否决权 中国深圳创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去年12月签约收购一家总部位于米兰半导体设备公司 LPE 意大利政府 这个星期已经就相关的决定通知了涉及这一收购案的两家公司 据了解 根据意大利法律规定 为了保护活跃于战略市场 或者拥有和经营关系到意大利国家利益的敏感技术 和相关资产公司的财产 法律赋予意大利政府一项黄金权力 意大利政府的黄金权力目前适用于金融、信贷、保险、能源、交通、水务、卫生、食品安全、机器人、半导体和网络安全等命令 这个权力自2012年起只是被用过三次 其中包括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去年10月否决了电讯集团和华为的五支合作案 瑞典自由记者尤野因为报道中国抵制H&M 举称再度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 瑞典的反对党、基民党和民主党因此要求驱逐中国大使贵重有 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表示 他们已经多次召见了中国大使 并且告诉他 言论自由在瑞典是受到宪法保障的 记者有自由从事採访报道工作的权利 他们也曾多次要求中国大使尊重瑞典的法律 并表示威胁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除了这两个政党要求驱逐贵重有之外 其他在野政党也对中国大使馆 试图影响瑞典言论自由的行为表达不满 长期驻台湾的自由记者尤野在他的新闻平台上表示 这个不是他第一次接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 不过这次邮件中的威胁比以前更加强烈 看下加拿大 加拿大卑斯省华人社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退休华人法官余宏永 近日在接受当地中文电台采访的时候说 中国当局被指在新疆进行种族热绝 这个是谎言 聚绩引发了争议 面对着质疑的声音 卑斯省官员星期四宣布 余宏永已经离开了这个委员会 不会寻求连任 余宏永3月31日接受加拿大一家中文电台访问 当提到新疆维吟族议题的时候说 加拿大国会指中国政府 在新疆种族灭绝并没有法律基础 只是列造 说大话 他说这里有很多政客 基本上连新疆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所谓的种族灭绝只是列造和谎言 余宏永说 尽管有很多人出示了证据 但是证据不等于是事实 这些所谓的证据 只是由某些人口中说出来 你怎样能够证明 这些人说的都是事实呢? 采访中 他还列举新疆地区人口数据 表示40年来 新疆维吟族人口从550万 增长到1280万 人均寿命从30岁提高到70岁 获取种族灭绝的指控 今年2月22日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以266票 压倒性地通过了 中国当局正在对穆斯林 少数民族 实行种族灭绝的动议案 不过总理特努多 以及他内阁成员 并没有投票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裁定 马云的阿里巴巴 在中国网络平台 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过去6年来 满用它支配地位 要求平台内商家二选一 因此罚款182亿元人民币 打破了中国反垄断罚款的记录 并且要求阿里巴巴整改3年 阿里巴巴说 接受处罚 声言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国家文文局官方网站9号发表 《关于坚决压制南建山寨文物之风的通知》 指出 近年来山寨文物成为了一些地方吸引眼球 招揽游客的方式 部分项目涉拟丑化、异化文物 误导公众的历史文化形致 造成了不良的文化影响 过去十几年 山寨建筑在中国国地流行 世界著名建筑 中国古代的建筑经常被复制 出现在中国某个城市或乡镇当中 山寨国外的建筑包括 广东省复制奥地利村哈尔斯塔特 杭州复制艾菲尔铁塔 凡尔塞公的喷泉 河北仿造埃及人面施身像等等 中国国内的山寨建筑 比如广西的八达岭长城 太原模仿圆明园 实意收手 安徽太湖景区内的山寨兵马俑 在陕西宝鲫 辽宁 辽宗 重庆等多地 都出现了山寨版的天安门 近期比较有名的山寨建筑 出现在中国贵州省独山院 这个国家级贫困园 耗资人民币22亿元 建造一座仿古建筑 被称为山寨子金城 回到荷兰 今天下午 有数百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上 进行亚裔反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示威游行 两个星期之前 这里已经举行过第一次 示威组织者说 针对亚裔荷兰人的种族主义 往往缺少曝光 他说在新闻报道中 经常读到针对土耳其人、摩洛哥人、 黑人或者东欧人的种族主义 但就没有包括亚洲人 特别是华人 他说 亚特兰大发生的事件 使很多亚洲人感到不安 感觉离荷兰不是很远 在荷兰反亚裔的种族主义 也不仅仅是骂人和发表令人讨厌的评论 荷兰各个反歧视机构和热线电话 显示 去年 针对亚裔荷兰人的种族主义报告数量 有所增加 但大多数事件还没有报告 截至2020年10月份 包括阿姆斯特丹在内 共有746例报告 而2019年全年只是595例 好,今天的新闻就报告到这里为止